《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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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继续说一下,长哥,你对隔西的印象,你怎么看? 我们听了他一晚,那些是介绍会,听完之后就签一万元去上几天堂那一只 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而且他很特别的是,他带了一群人来的,十二、三个 这十几个人,他自己说,都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听完他之后,生命改变了,想什么就有什么 于是跟了他,周游列国,我被他客气了 他的日程,他已经计划了未来十二个月,何时就在德国,何时就在匈牙利 是的 拍到密得不得了,我以为我很密 我在大陆五天走四场,四个城市那只,他也是这样 但是我两个月一次,他就是全年,这样 就是觉得很厉害,还有我觉得是物有所值 就是如果,就是给一万元,他听了三天,是值的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他有那些团队,他说得这么厉害 还有语言出来,就是单对单跟你谈你那份生意 是的,单对单谈的 那就谈三天,什么都值得 好,好,好 但是结束之后,我就听到关于他的东西了 第一,就是他结了婚,结婚本来没什么 在十几年前他结了婚 他的老婆就是他的大弟子 是一个瑜伽师傅来的,很漂亮,很高,很长头发 那样,简直是仙女那样 那样,我想在百人龄标准来说呢,他一定是超级美女了 那样,那样,那就本来没什么事的 但是第一,他结了婚,他还披加沙 就继续说自己是和尚 第二呢,就是,他说,我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 这位女士呢,其实是在印度的什么什么神的女神来的 他现在下饭呢,就跟我一起共收 这个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肉体结合 那些人知道就会觉得,哇,行不行啊 那达蕾拉玛是公开谴责他的 那,据说呢,就是他师傅俗子出师门 就说的,和尚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那之后有些人去找达蕾拉玛问 你们蜜中有这样的师傅 還有,終於搞出人命了 他在美國南部沒有一個retreat center 被人進去這麼閉嘅修行 剛才你提到他說他戒車人做是三個月零三日 那些人要付很多錢才可以進去做那三年多 進去後非常克服地獄式生活之類 阿格西不會自己去戴的 就交給別人去運作的 就是他老婆 結果他結婚三年 他老婆離開他離婚 嫁給另一位大弟子 就是負責運作營地 他們兩個就留在那裏運作營地 那格西就繼續到處走 這是最近的事 前幾個月就好像去年 他就將這兩個夫婦 即是他前妻和弟子 就逐出去 就說不知怎麽不對 就趕了他出去 這兩個夫婦就在他那個度假村 旁邊的那裏是沙漠來的 是很克服的 一點都不舒服的 我想熱身曬死的那隻 旁邊那裏就搭了一座石屋 自己兩個在那裏修行 那個男的不知怎麽死了 可能是黑虎過度 餓死自己一個一個一個 好了 於是搞出人家覺得是醜聞 控動 那些傳媒當然是狗仔隊去追這件事 是的 爆東西出來 又說他們會搞一些性外派對 那些人會是 即是他共修的時候 要摸對方的性器官那隻 總之他那些大禮堂那些 簡直是完全是 佛門的規矩不可接受的東西 好了 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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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樣 人家爆出來就是 你不要以為他那一篇生意很成功 他那本書寫到自己很成功 你說他被人買了 不非他買了 是的 但其實人家說他根本就不是那麽成功 中間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還有就是 如果有成功 就那個功勞不是他的 是他的partner 他的拍檔 那些猶太人 用猶太人的方式去經營 所以 根本就不是什麽 鑽石的法則 金剛經那些 不是心經 不是古那些 他講 有他講 但他自己沒有殺國 如果有成功的話 都是由猶太人 用猶太人的方式去賺回來的 好了 就是講了這麽多 如果你聽了這麽多 第一他人家有問題 第二他搞那一檔東西 是幾 就是 離京半道 社會 預出了社會海中領的底線 譬如性愛拍對 海對那些 第三 他那道夜 他自己都無聲下力行 他講到 天花龍鳳 其實 你們聽了一些 他自己沒有做到的事 他說可以的事 你們可以的 有自得了 這樣 我可以 很明顯 如果你有一個見證在 我也聽過很多人說 我的生命改變了 我的生意改變了 我的生意改變了 現在我們拿出來討論的問題就是 所以 如果他是行為不危險 如果他是到底有問題 如果他是什麽什麽什麽 但他是幫了很多人 那 那有沒有問題 我 第一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他講的所有的 他開性愛派對 你真的要找他來對峙 你要找他師父 找達賴喇嘛來講 你是不是真的這樣 就是有這些證據 我想這些是差不多的 那些人都供應了 在網上 他開性愛派對 或者沒有那麼誇張 或者是 總之是 摸身摸細 那些 這些是供應了的 完全是 不是佛家之所為的事 可以這樣說 不用這樣 我不是幫他 因為 就算我們 業館讀書組 真的 要解散 因為這件事 我都要講我自己的意見 OK 很久以前 有個人 叫Blue Joy 你有聽過嗎 Blue Joy 在美國 很出名的 就去世了 而Blue Joy 也是 我們以前 香港有個出名的機構 叫Life Dynamics 是啊 最初期 說的是 九一二年 還是九零年代來香港 他有個練習的 那個練習 後來很快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你躺在地上 然後全黑 全黑的燈 然後大家互摸身體 你可以摸旁邊的女人 或者男人 摸哪裡都可以 摸他的性器官 摸他的胸 摸他的嘴 你只是很純正地摸 摸完全黑的 然後開燈的話 你摸誰 誰給你摸 大家完全不可以計算 我聽到這件事 因為我很早期 加入這些成長課程 現在Life Dynamics 已經結束了很多年 說都不會 一人挑戰 或者要告我 而且 那個練習 只是用了幾次 即是說 9091年的時候 用過一兩次 我就問導師 以前那些很老派的導師 我就問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 很奇妙 我覺得 因為 你有什麼機會摸人的身體 沒有的 還有 我有另類的想法 第一就是 如果我們當時有這個練習 OK 當然 如果只是聽的話 他很離經半導 我也聽過 在美國 直接做了 真人表演 教你怎麼做 我當時問導師 我說 這樣也可以 很離譜 導師就這樣回答我 第一 第一 沒有人設計這個練習 出來 來給自己的東西 觀飛 然後搞壞自己的明星 他可以創造這個練習 的話 他有很重要的訊息 而且沒有很大的風險 那 為什麼在香港 做過一兩次就不做呢 就是 因為香港人的文化 那個差距帶大 對 因為香港人去做 真的就會拼命 拼拼去摸 對不對 但是外國 這些事情 這個grounding 要做得很好 而他其實是讓你去 真的接觸別人的身體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會摸別人的性器官 摸別人的胸位 摸別人的那個 這個你自己的選擇 而是我想說的 就是 是有些這樣的事情 而我也都很 相信 如果隔西他真的搞這些事情 而我們就拿這件事來講 我覺得他會不會蠢到 他的事業 就算十幾年前 他都很成功 他然後搞這些事情出來 你不怕有狗仔對追的嗎 還有 怎麼都會有些人摸了進來 拿個相機輕輕拍了 你就玩完了 為什麼要搞這些事情呢 除非就是說 你那個 這個party 這些性愛派對 是去到很高級 高級到說 那些國家元首 或者是一些很大集團的CEO 然後大家都這麼畏高權 做到的地步就是 一定不爆出來 如果你只是搞一個workshop 搞一個練習 你搞這些事情的話 一定很多人加入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沒有辦法去批評 因為第一 我不在那裡 我當場不在那裡 我又不可以幫他講好話 因為我不在那裡 我亦都不能夠幫他講壞話 因為我亦都不在那裡 只不過就是說 其實我們平時生活 到底有多少東西是真的假 是對是不對呢 如果那個人 譬如你認識我 年輕的時候 我也有one night stand 我也有出來玩過 我有很多男朋友 然後有人說 Aston Lee 你以前都是這樣的人 你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的性經驗 你都不是一個處女 你現在學什麼人做主持 你自己都不乾淨 你都曾經差點破產 那我有沒有話要說呢 到底我們要有多乾淨 或者我要有幾行為幾檢點 我以前是否要完全沒有做錯事 我才有資格教人呢 那在聖經裡面 耶穌也是特地找一些 以前很不乾淨很不乾淨的人 去做祂的代表 寶羅就是了 是呀 殺人放火 掃朗 對 他那些門徒 很多人都做過很多事 還有十二門徒 其實很多人是不識字的 對 只有猶大識字 另一手一個是不識字的 對 你之前說 我們說的問題 有什麼叫真是假 就是說 如果說本性 它的實驗是假的 但是它的道理是真的 現在我們是repeatable 我們很多人用它的方法 譬如我在家裏做 下次我拿來給你看 這個我做過手療的 譬如蘋果 我那次切開鱗 切開兩邊 一個做手療 分別太大了 隔了幾天之後 他們做很多這些實驗 用光線的原理 我們做到很多實驗 你科學現在 麻煩你給我解釋這些東西 這樣有什麼壞呢 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它的行為是假的 因為它做過那些實驗 不夠科學 是啊 是不夠科學 而且很有趣的 我覺得 長哥不知道你怎麼看 其實那個天用人 不是個個都用佛陀這樣的 不是個個都是佛陀 那麼乾淨 很有錢 等一下跟你講 佛陀哥是乾淨 是啊 然後他放棄 王子的地位 耶穌是一個加利利人 加利利人是很低下的 而且沒有書讀 以前猶太人也沒有書讀的 應該這麼說 以前的世界是沒有書讀的 是很有錢很有錢的人 才開始玩一個遊戲叫讀書 耶穌的家是做什麼 鬥木的嘛 做桌子的嘛 仕途保羅好些 因為他做帳幕的 那些聖幕 那些很漂亮的金邊 那些有錢一點的 還有其實很多新生靈道士 包括我自己 都是很有經歷的 即是你出來玩過 嫖到陰蕩催 吸過毒 性濫膠 坐過牢 破過產 甚至乎是 很多很多古靈精怪的 喂 我們才會去頓悟 就是 為什麼我人生這樣呢 我以後跟著的日子 是不是這樣過呢 我不知道有哪一個導師 是沒有任何經驗 任何經歷 人生是風平浪靜 然後跟著你出去教 我不覺得是這樣 還有那個天很有趣 那個天用人 那個天拣人 不到我們講的 甚至乎是 如果你問我 想做新生靈道士 我最近都試著被人挑戰 又說我沒有資格做新生靈道士 喂 不是我選的 大哥 你問我的話 我會喜歡留在明利權的世界 但是那天要用人 我們哪有話要講啊 即是那天要用誰 就算那天要選我 去教授 去做相聚一刻 或者那天要選你 去做這個 講食生 講健康 其實說真的 你有沒有得選呢 還是我們的靈魂已經選了 你不知道的 那我更加不可以說 為什麼那天選你啊 為什麼那天不選我 做食生 不選你做相聚一刻 哪有得說的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幾年 多謝先生說 真的 用英文說 not in my wildest dreams 十世都不會想到 以前 怎麼會有一天去做生意 我又完全不懂 又沒有興趣 更加沒有想過要賺錢 怎麼做生意呢 搞成一團氣出來 小時候 沒想過有一天會教氣功的 現在又教了 沒想過有一天會做東西給人吃的 現在開餐館 自己下廚了 想到沒想過有一天會 拋頭露面去玩音樂的 現在每個禮拜都在那 夾樂隊要餘奔 怎麼會這樣呢 就好像你這樣說 天氣派到那裡 去那裡 我想到那兩個 現在會做行政的 去管理的團隊 結果在大學那裡 又做了主任 現在又成隊人要管理這樣 就是這樣 是啊 所以 我聽到這件事 就是說你們搞一個工作 然後很多人 譬如說拿Gash Michael來 去講 或者幫本性 我都覺得很奇妙 其實第一 我看法可能跟你有些不同 就是我覺得這個世界 真的很多東西要打仗 很多仗要打 藥 保險 教育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關係 很多問題要解決 然後 你去跟我說 Aston Lee 你有沒有資格教 你教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穿內褲 為什麼你的內褲是紅色的 你穿紅色內褲 你沒有資格教 你理到我穿什麼內褲 你明不明白 我的私生活 我的內褲 關你什麼事 那你聽我說的話 適用就拿去洗 不適用就去遮當 就這麼簡單 而且 我真的覺得這些人 阿格西有沒有開這個聖外派對 對我來說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他知道 但是他教的東西 我有沒有用 幫不幫到我 我有興趣 還有一個有趣 就是 如果 真假的問題 你的道德那方面 有沒有資格教你 這個東西 老實實真的不是我們評論的 天要選誰 但有趣的是什麼呢 如果是長哥 你作了個學說出來 不知道做什麼事 你有一天發夢 打了 你作了個學說出來 然後你又跟我分享 我聽完之後 我就著火 然後 嘩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通 譬如 飯水分離是其中一樣 我最近 都是最近這一兩年 聽到飯水分離 這樣 中午之前不要喝水 這樣 我好渴 這樣 很有趣的 但是那個人 發明飯水分離那位老師 他自己身體力行去做了很久 然後他覺得很work 然後你又聽他說 然後那幫人又很work 但其實我們沒有聽過 我又沒有看過那本書 我也是十二點前喝水的 我都不會死的 你不會見我死 而是 總之你說那樣東西 你相信 然後你又教給人 那個人又相信 就work的了 嗯 那如果是那個人 他自己都不相信 他自己都沒有實行 但是那些東西又work 都不要緊的 是啊 都不要緊的 就好像Neil Donald Walsh 那樣 Neil Donald Walsh 就很喜歡Edhart Tolle Edhart Tolle 就是寫了那本 The Power of Now 《當下的力量》 The Earth 是寫了幾本書 很出名的 而Neil Donald Walsh 更加出名 寫了《Conversation with God》 《與神對話》 出了十本 定幾多 而Neil Donald Walsh 是很明顯的 他怎樣去裸讀 他寫了這十本書呢 就是他半夜三間三四點 突然間 雷打神劈 突然間醒了 然後跟著 就拿著一本黃色memo 就不斷狂寫狂寫 然後就零寫 然後我們叫做 然後他寫了很多知識 很多東西 他不知道是寫什麼的 然後他寫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終於有一天 就找他的舊同事 去跟他看看 就叫他打回去 他同事一看就 哇 Mr. Donald Walsh Neil Donald Walsh 是寶來的 這些 他說寶什麼鬼 我半夜三間睡不著寫的 寫了一大堆 很多本 然後他寫完所有東西 又夠了 我們稍後再回來講講 Neil Donald Walsh 和Agatoli 佛陀耶穌全部一當 我們講講 有什麼值得我們分享的 那回來再講講 只能說 有什麼 過最多的 有什麼 有什麼